4月17日上午,韩国艺人朴友天未接受警方调查,而来到了位于金基道水源市的金基南部地方警察厅。 朴友天被前女友黄和娜指认与她一同吸毒,今天朴友天再次否认自己与黄和娜吸毒案有关,称江城市接受警方调查,早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 据报道,朴友天前女友黄和娜因吸食毒品而被警方逮捕。 审问过程中黄和娜指认朴友天为共犯,黄和娜自曝自己在2015年首次吸食冰毒,戒毒后是在朴友天诱导下才重新开始吸毒。 另外黄和娜还称自己与朴友天分手后仍有联系,今年年初两人还一同吸食毒品。